鸦片战争后,列强奸船力炮轰碎的不只有中国的国门还有清王朝的体面和尊严。 而就在这种局面下,中国出现了最早的外交机构和外交官员。 然则国家贫弱,作为外交官员又岂能得到尊重呢? 晚清时期有一位名叫许世英的外交大臣,他就曾有过多次外交经历。 一次许世英出访考察列国,被法国人邀请看脱衣舞,事后还有记者追问其感受。 他用一句巧妙而机智的回答,让记者顿时哑口无言。 许世英究竟是如何回应的呢? 他在当时的外交舞台上又有何表现? 视频开始之前,大家可以点击右下角的关注,感谢您的支持。 1910年,已经摇摇欲坠的清政府还在苦苦支撑,为了适应国际潮流,清政府决定学习西方的一些制度。 恰好在这一年,清廷受到了美国万国监狱暨司法制度会议的邀请。 清政府对这次邀请非常重视,当即决定派出精干人员出使参会。 许世英因为很早就在刑部长期从事司法工作,而被任命为清朝代表团的副代表。 他们此行并非是直接前往美国,而是一路向西,首先访问欧洲各国,并学习考察其司法制。 代表团于1910年3月出发,首先去了俄国,随后又从俄国一路西行,相继访问了奥地利、德国、意大利、瑞士等国家,而后便来到了法国巴黎。 这一路上的所见所闻,给许世英带来了极大的震撼,但是在被接待的时候,他们总会收获一种异样的目光。 不过,许世英深知,此刻他代表的是国家,必须时刻保持宠辱不惊的态度,最大程度保全国家的尊严。 然而在巴黎,许世英却受到了另一种礼遇。 许世英此行的目的主要是考察列国的司法制度,而本身很强大的法国也难免在接待清朝代表团时显得态度傲慢。 不过许世英始终不卑不亢,这就让法国人始终找不到彰显其优越性的借口。 在会晤和考察结束后,法国人忽然提出邀请清朝代表团观看舞蹈。 出于礼貌,清朝代表团欣然前往,可到了现场之后才发现,原来法国人邀请他们看的是托衣舞。 法国人们思想开放,举止大胆,看托衣舞表演在当时已经是人们茶余饭后一种司空见惯的娱乐活动。 然而这托衣舞在中国人的眼里却是伤风败俗的表演,历来都是登不上台面的下流之际。 法国人自然知道这些,所以才安排托衣舞表演,想看看这些中国人羞得面红耳赤的表情。 而为了达到效果,法国人甚至还邀请了记者跟随报道。 清朝代表团们在这性感奔放的表演中内心如临大敌,但考虑到自己代表的是大清,便只好坐在原位,尽量保持面不改色。 尤其是许世英,整个表演过程中始终谈笑风生,丝毫看不见东方人的拘谨。 法国人见状仍不死心,在演出结束后让记者单独采访许世英看托衣舞的感受,只见许世英淡淡一笑说道, 尚可尚可,看来贵国的托衣舞应该可以帮助贵国增加人口。 这番话让法国人始料不及,也让在场的记者哑口无言。 第二天中国代表说托衣舞能帮法国增加人口的消息,经各大报社传遍了欧洲。 化解这场蓄意的羞辱后,许世英等人继续西行,又访问了荷兰、比利时,英国后,直接度过大西洋抵达美国华盛顿,并顺利参加了万国监狱暨司法制度会议。 1911年1月,历时十个月的考察和学习,清朝代表团顺利回国,许世英将自己的所有学习心得整理出来,并提出针对清朝司法制度的改革意见一并上奏。 只是这些建议还未来得及实施,清朝就已经灭亡了。 而到了民国初期,许世英才算得上真正的大显身手。 民国时期,他的仕途并没有因为清朝的灭亡而终止,反而因其思想开明,做事稳重而屡屡升迁。 由于许世英在袁世凯逼迫清帝退位时,与山西巡抚张锡鸾共同上书支持袁世凯,因而首先得到了袁世凯的重用,被任命为大理院院长。 不久后又经过国务总理陆征祥的提名,由参议院通过而被任命为民国司法总长。 许世英曾游历各国,对西方司法制度颇有研究,趁此机会他决定按照西方制度促成中国的司法改革。 在许世英的主持下,他锐意改革,不仅建立了新式的法庭和审理制度,还推出法官,陪审团等过往从未出现过的司法程序。 在监狱方面,许世英改良了新式的监狱制度,更创立了保护罪犯合法权益的育人保护会。 许世英对西方的司法制度学以致用,并深度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, 偶心力血编撰成长达三万字的司法计划书,得到了民国初期执政者的高度赞誉。 对于他的一系列改革,孙中山先生颇为赞赏,称其为司法革命。 而他在民国司法总长职位上,也同样深受赵炳军、段祺瑞等国务总理的信任。 一直到1915年,许世英被任命为福建巡岸史。 中国海疆在古代时就备受重视,而近代以来,列强凭借尖船力炮, 频频出现在中国海域上,给中国海疆安全造成了极大隐患。 而且自《马关条约》之后,台湾割让给日本、福建沿海的海疆建设出现重大问题。 许世英就任福建巡岸史之后,对中国海权沦丧的现状痛心疾首,但却又无可奈何。 在自己的能力范围内,他只能不断巡查福建沿海各地,记录当地风俗民情。 更重要的在于,将那些被外国侵占的岛屿一一记录。 在福建,许世英撰写了数万字的《民海巡记》,其中记载长腰岛、异孤岛, 民国初年梁某以五元私售于日本人,与迪敏后设法赎回。 而他撰写的这本《民海巡记》,在后世也成为研究中国海疆的重要典籍。 随后的军阀混战局面下,许世英依然在北洋政府担任要职。 1921年时,他调任安徽担任省长,面对的局面却仍旧不乐观。 当时安徽境内军阀势力盘根错节,为了稳固自身的权益, 军阀尼道寺的弟弟尼道朗直接赤巨资,汇选全省议员, 并妄图当上民选省长。 如此亵渎民国法治的行为,遭到了许世英的强力抵制。 他不断发表公告,宣布省议会选举无效,而军阀势力依然叫嚣。 许世英顶着重重压力,坚持反会选,甚至表示, 我有小刀一把,被为维护法律尊严而以身殉职。 正是在许世英的坚持下, 安徽省反会选运动得到了全国各界人士的声援, 军阀的阴谋就此破产。 经此一事便可看出, 许世英不仅是中国近代司法制度的建设者, 更是法治精神的坚定维护者。 但让许世英真正令国人广为熟知的, 还是全面抗战爆发前后, 他临危受命担任中国驻日本大使。 1928年,蒋介石的南京国民政府进行了第二次北伐, 张作霖战败逃回东北, 许世英也从北洋政府转职到了南京国民政府。 不过蒋介石历来都是任人为亲, 对于许世英并不看好, 故而只让他当了一个政务委员会的委员长, 负责全国的社会救济事业, 这一干就是八年的漫长时光。 1936年, 中日两国关系已经走到了战争的边缘。 而此时蒋介石依旧奉行攘外避嫌安内的政策, 为拖延日本的脚步, 蒋介石想起了已经63岁的许世英。 当年许世英随许世昌在东北任职时, 就早早结识了广田红义, 而这时的广田红义已经是日本首相, 于公于私都是由他去更为合适。 于是, 在这危难之际, 许世英被任命为民国驻日本大使。 许世英对日本的侵略行径早已颇为愤慨, 也深知通过外交手段平息战事几乎不可能, 但为了民族大义他还是决定到日本赋任。 抵达东京后, 许世英首先拜会广田红义, 直言, 我在外交上是外行, 但我知道强权可以逞一时威风, 功力却可永垂千古, 我一定会为功力而争辩到底。 此后的一年时间里, 许世英频频会见广田红义, 有田八郎等曾在中国任职的日本政要, 希望能通过他们与日本政府斡旋, 减小战争爆发的可能。 1937年3月, 国民政府召许世英回南京述职, 而在此期间, 日本内阁改组, 极力主张发动侵华战争的近卫文抹成了日本首相, 日本对华策略发生了重大改变。 许世英当时人虽在国内, 但却对日本动向十分关心。 6月, 许世英趁日本驻华大使穿越回国述职的机会, 与其会谈打探日本下一步的计划, 随后便向蒋介石去电揣查穿越行程, 与其孔平津一带难保无余。 果然不久之后, 七七事变爆发, 全面抗战正式打下。 可即便如此, 许世英依然希望通过外交手段做最后的努力, 于是他再次返回日本, 就中日战争与日本政府斡旋, 再次抵达东京后, 许世英频繁召开记者会, 呼吁日本尽快停止战争, 撤出所有在中国领土上的军队, 并希望以外交谈判平息两国争端。 然则此时的日本就是要灭亡中国, 对许世英的劝告毫不理会, 并进一步扩大了战争。 许世英见此仍决定继续留在日本, 虽然阻止战争已经不可能, 但他却可以就地研究日本侵略者的战略。 南京大屠杀惨案发生后, 以王克敏为首的一伙汉奸, 在日本军国主义的支持下建立华北伟林时政府, 这让日扣的气焰更加嚣张。 日本警示厅通知中国使馆暂时关闭, 许世英却言辞拒绝道, 使馆是开示弊, 由我们自己就决定, 只要我在这里一天, 绝不以所驻国的意志而更改我们大使馆的管务措施, 随即依旧让大使馆敞开大门。 许世英这份国家危难之际, 依旧坚守民族气节与国家尊严的行为, 值得后世的赞颂。 然而国内战事逐渐吃紧, 许世英对日本战略的分析也接近尾声, 于是电请回国并在电文中明示, 已是我政府抗战之决心。 1938年1月, 许世英奉命启程回国。 许世英在日本的那段时间里, 用心总结了日本侵华的四大战略, 对中国政府决定对日战略起了重要的参考作用。 许世英历史清政府、 北洋政府、 南京国民政府三个历史时期, 他宛如一夜孤独的偏周, 在那段激荡的历史岁月中沉浮。 他是中国司法近代化的推动者, 也是不卑不亢的中国外交官, 但在那个黑暗的旧社会中, 本应发挥更大作用的许世英, 却只能黯然度过余生。 生不逢时, 西在。 今天的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, 觉得本期视频不错的, 可以点个关注。 欢迎大家在评论区, 讨论更多的历史知识。